黑猩猩是最接近人類的 靈長類動物 不管是外形或是習性 都與人類幾位相似 他們在母親照顧孩子的過程中 比人類還要有充滿強的母性 它可以整天帶著小孩在身邊 另外還可能重要 它們具有學習的能力 科學家很早就得知 黑猩猩是人類的近親 智商相當於人類六歲小孩 兩者的基因資料 跟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一模一樣 是什麼造就了人類 和黑猩猩的最大差異 最受研究人員注意的就是腦傷 也就是腦在身體內所佔比離職大小 腦大小我們的測量方式是 把腦的重量跟成體的體重來比 因為理論上 身體越大的動物的話 腦也會越大 如果把人類大腦的重量 跟身體的重量相處的話 得到的結果人類大腦的重量 平均是比黑猩猩要大了三倍 大了三倍的腦 讓人類和黑猩猩命運從此大不相同 過去科學家也一直認為 人類腦部功能如此發達 是由於基因本身結構改變了 導致基因所產生的蛋白質 具有更多功能 科學小馬是認為說 人類因為有一個很進步的大腦 我們比黑猩猩要聰明 那理論上在這個基因呢 尤其在腦部表達基因呢 演化上應該是要比較快 所以演化上比較快就是說 我們有累積比較多的變異 功能改變我們變得更聰明 不過在最新的研究中 科學家卻發現 人類腦部的表現基因 演化速率居然比黑猩猩慢 少百分之十五 這顯示 越進步的大腦 腦部表現基因演化速率反而越慢 和過去研究結論明顯不同 面對這樣顛覆性的結果 研究人員說 是因為人類的基因動不得 想越重要的基因呢 扮演越多角色的基因呢 它的一個改變可能影響很多的基因 在這個情況下呢 人類的情況就好像 這個基因都很重要 因為它負責人類很複雜的作用 所以它不能改變太多 基因間複雜的交互作用 成就了人類聰明的大腦 卻因為基因的彼此牽制 造成人類演化速率越來越慢 只能說生命自有一套深奧的理論 等待人類慢慢去發掘